下一題 400立方公分密度0.9的水 冰,對不起,冰,完全融化成水有幾公克? 重點,冰化成水,水即成冰 質量是一樣的 所以要我求水的質量,就叫我求誰? 求冰的質量 因為水的質量求不出來 為什麼求不出來? 因為我除了背過水的密度是1之外 這題目裡面有沒有水的體積? 沒有 沒有體積有密度也是不能求質量 但是沒有關係 水的質量就是冰的質量 我能夠算出冰的質量也可以 所以質量就是這樣做 所以質量就是這樣做 密度乘體積 所以呢,因為水的質量就等於冰的質量 所以我就拿冰的密度有0.9 冰的體積有400 所以乘出來就是360 所以我就知道冰的質量360克 基本上水的質量也是360克 360克 OK 那你們 跟剛才的完全一樣 只是數字不一樣而已 請問你 300的密度0.9的冰完全化成水 請問你還有幾個功課 還有幾個功課 跟剛才的題目 基本上都是啊 第一個練習跟立體基本上都一樣 只是數字不一樣 讓你了解一下怎麼算而已 OK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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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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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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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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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他應該多少 應該找個男生了吧 這個幾號 333 32 800 你說 水凝固成冰質量不會變 冰的質量就是水的質量 質量就是體積成密度 指的密度是要倍的 1 所以水的質量就是720 就是冰的質量就是720 有質量有密度就可以求體積 1等於1分之間 所以體積就是質量除以密度 所以 然後 冰的質量720 除冰的 密度0.9 算他就是800 是在當初各位所謂的變化的題目 比較有變化 但是其實想法都很單純很簡單 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OK 基本上就是低北1分之間 公式備完 備好 好不好 裡面帶 算什麼帶什麼 該算水就帶水 該算冰就帶冰 不對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20 跟前面的部分 這裡有人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